因為寒流讓這禮拜天氣落後以外 氣氛都維持在10度左右 這種問題容易引起老大人突然間 身體狀況出問題 因此花生基金會在南大廣國鄉頂天才站 這幾天國站長 剛才特別注意特地老人的健康進行以外 應該是特別上上寶暖的餘物 定年中北做好寶暖的感受 便宜出外去掛到 帶著愛心民眾所送的國行部出 花生就是天才站的站長和愛心志願 也就是就是町長短記憲 拿到土地中部的家長 對那為他們入閉 了解身體狀況以外 竟然上上寶暖 手頭頂的暴亂不足 到宅房市的房市 來關心長輩有沒有就是吃飽穿暖 然後也會送上一些飽暖的物資 其實現在天氣很冷 所以我們也都會擔心說長輩的一些安全 或者是怕可能不能一下子天氣這麼冷 然後可能會沒辦法接受 所以就是會定期的去他們家裡 關心他的身體狀況這樣子 今天再次跟著我們這個 最用心服務的華山基金會的腳步 一起去關懷 關懷仿視我們鎮上的這些獨居的長輩們 希望可以來看看他們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並且置上一些慰問品 包括我們這個溫暖的毛帽 希望他們可以注意這個保暖 然後可以感受到這個華山基金會的 跟公所這邊的用心 然後給他們除了生理上的暖以外呢 心裡也會有一股的暖意 已經持續幾天的劫暖閃流 對著年紀大的中部的身體來說 是一種負擔 因此華山基金會又添添添 是特別注意老大人的身體狀況 每天都提醒他們要注意保暖 只是頂著旦記憲 剛才感謝華山基金會 對著特區中部的照顧 也讓鄉親可以共同來進一份心力 你百年好 你很緊張喔 你大概兩年比較多 或是你看到那個小孩嗎 對 小孩聽到嗎 小時候他們來我都很高 都很好啦 我去華山基金 醫生桌遊那裡就特別高 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華山基金會 這個定期定額的捐款 或者是說他們刪解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年菜 或者是端午菜 和中秋菜的一些募集 希望大家都可以踴躍的享受 因為華山基金會 確實是真的 有對我們這個 所有的這個獨居的長輩 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忙 那目前基金已經服務八十 已經服務八十幾位長輩 那可是有 每個月一二五零有被認住的呢 其實只有不到三分之一 對 所以就是非常需要社會大眾的幫忙 每個月一二五零來認住 一位獨居長輩 有了華山天才站 以及愛心志願的關懷的方式 這些都去中部的面相 有了笑容 現在也有人關心協助 讓中部的為身體和心理 都感到很溫暖 記得今天差不多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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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